大家好,我是Engadded Richard 其实我相信都不用多说了 这款就是三星刚发表的Galaxy Note Edge 就是它右侧面有一个曲面的萤幕的一款手机 其实这款手机基本上跟刚发表的Galaxy Note 4都是一样的 萤幕也达到这个QHD的级速 也是采用金属机身和这个皮疹的后盖 那这个音量键还是在左边 但是因为右边没有空间放这个电影键 就变成了它在顶部 然后下面就有这个Micro USB跟放S-Pen的位置 反过来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有光学防抖的 1600万像素的镜头 还有一个心率传感器 而前面就有一个370万像素F1.9大光圈的镜头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说说这个在右车的边缘萤幕 它这里除了提供几个模式之外 你也可以来一个自我风格 选择你自己的一个喜欢的图片 然后再加一些字或者画图 那另外 当手机在这个休眠状态下 你拆一拆这个侧面 也可以启动这个边缘萤幕 不过在这里能看到我们在现场的那个手机的荧幕的灵敏度不够高 希望他们上市的时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好了 其实这个边缘萤幕好不好用呢 其实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它只有右边 所以你用左手来拿出手机的时候就没那么方便 但是因为这个去面萤幕的关系 这个手机的右车做的没有那么圆滑 所以用右手拿出的时候就没有这么舒服 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是废话 因为加了保护盖之后就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讲了这么多 很遗憾我们还是没有价格 但是看这个旗舰机的规格 跟新的荧幕技术和这个新的材质 应该不便宜啦